清晨一抹朝霞 冉冉升起 勃勃雾气围绕绿林间 飞鸟成群 凉爽宜人 车子悠悠驶进西湖桃园 仿佛进入一座幽静美丽的天山人间 如意城门 西湖桃园入口处 以无数镂空的如意雕花 堆砌交错成透明城墙 威然屹立 大博宫 西湖桃园的守墓大神 保佑所有到访的信众平安顺行 大博宫庙建筑风格现代简约 垂直落地玻璃窗全角度采光 通透清亮 辉映守候百姓不变的信仰 车子缓缓向前行驶 匆匆郁郁的树木 立于干净宽敞的马路两旁 春意阑珊 毫不惬意 富贵山庄一约西湖桃园 占地约150英亩 群山环抱符合藏风聚气的绝佳风水格局 西崇天是桃园水乡独特无敌景观 地势由高至低 碟铺流泉 搭配棉场驱桥 畏为景源壮观之精 火化厂 一个向致爱故人告别的场所 历史绿植和莲花池的造景 给人祥和宁静之感 火化厂建筑设计继承了现代简约的精髓 同时蕴含浓浓的产意 充分表达生命寂静的遗憾 西湖桃园为富贵集团2022年度具现 一个结合当代艺术和主题景观的墓园 为新世代墓园的亘古典范 碑里 园区里最美的人文风景线 站在河塘边细读碑文 仿佛拉近与历史文化的距离 全长350公尺的枫林花道赏兴悦目 枫林花风姿戳约 漫步其中仿佛温柔的爱 营绕在身边 温暖如初 园区可见码头墙特色古黑店 气势辉鸿 造就出故人的显贵之居 上有天堂 下有苏杭 此典故 出自宋朝范城大的吴俊志 比喻成西湖桃园 集合苏州和寒州的锦绣山水 所打造的盛世美景 可与天堂相媲美 玫瑰金 为升天塔注入高雅 却不张扬的气质 黄金与铜的璀璨色泽 完美融合 毗邻的骨灰殿 自然和谐 每一座骨灰殿相依附 一脉相成 却又独立标新 一路相望前方的枫林花道和莲花河畔 风月舞边 龙龟 坐镇园区高地 君灵天下 以吉祥地座姿态俯视 庇佑整个山庄 繁荣长盛 龙龟 龙神与灵龟的化身 具灵锐之气 能解栽化煞 同时吸收天地山川灵气 广纳正才福禄 让人得以长寿 桃园水箱骨灰殿 除了城系灰派建筑的鲜明特色 更结合线条美及细节美的现代艺术感 两者交融出至善至美 无以伦比 这里是仙人绿意近优的归宿之地 远处整齐排列的福地朝东 骨灰殿位置则向西 风水绝佳 走过麒厉绚烂的枫林花道尽头 便是位居西湖桃园最高点的福云阁 福云阁建在湖水之上的金色阁楼 以堂屋为中心 四面采光 访客可一边休憩聊天 一边欣赏西湖桃园的繁华全景 环境清幽 福地规划井然有序 仙人墓碑造型典雅精致 当中融入华人传统观念中福元素 好让后代子孙与福结缘 福则绵长 家族陵园 凝聚家族世代传承的象征 这里为家族后裔提供一个永久追思的空间 寄托后代子孙对仙人的无尽思念 古往今来 桃花园是人门心恒久向往的所在 它与世隔绝 道法自然 立天地山水人间自成一统 而西湖桃园是富贵集团在后疫情时代 大步超前的旷世剧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